印度第二波疫情全面失控 让很多国家纷纷开展了撤侨行动 不过澳洲政府却在5月初决定 暂停来往澳洲与印度之间的航班 导致大批澳洲公民受困印度引发争议 随着这项禁令在昨天解除之后 澳洲政府在昨晚展开了第一次的撤侨行动 但却出师不力 第一趟原本预计要载送的150名乘客当中 有70名 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因为确诊新冠肺炎 或者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而无法登机 那根据规定滞留印度的澳洲公民 必须要在上机前的48小时 做两次的病毒检测 结果都是成阴性的话才可以回国 那针对这一回的撤侨行动 无法把原定的150人全数送回国 澳洲驻印度高级专员是相当失望的 随着印度疫情失控 各个地区犹如人间地狱 身在当地的外国人都迫切想要离开 配合澳洲政府展开撤侨行动的飞机 昨晚抵达新德里时 也载来了1056台呼吸机 和60台氧气浓缩器 这些物资都是印度急需的 不过澳洲的第一次撤侨行动并不太顺利 而眼前这名滞留在印度的澳洲男子表示 这已经是他11个月以来第三次回国失败 并把矛头指向澳洲政府 另一边乡 载有80名澳洲公民的首架班机 在今天一早顺利抵达澳洲后 便由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载送他们到隔离中心 进行14天的隔离 根据资料 目前还有大约1万名澳洲民众 滞留在印度等待回国 除了澳洲 我国最近也展开了一系列 从印度撤侨的行动 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 在5月12号 从印度回到大马的132名乘客当中 有7人在接受检测之后 证实确诊新冠肺炎 但这7人在回国的时候 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而全数132名乘客在登机前的病毒检测结果 也都是成阴性的 那对此呢 卫生部在进行了风险评估之后 决定把原定14天的隔离期延长到21天 所有从印度回国的人都必须要在政府指定的隔离中心 接受强制隔离 与此同时 诺西山也再一次的呼吁民众 给予配合 严格遵守防疫SOP 因为在印度出现的B1617变种病毒 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